伊能静三餐曝光!49岁少女体态小满腰,怀孕曾胖到快70公斤。 减肥别只用嘴巴减,一起蘸受体脂肪。 别看伊能静现在有如少女般的身材,其实她曾经因为怀孕度胖到70公斤呢。 最近她在微博大方公开自己一周的三餐食谱,表示能吃饱,营养均衡,多蔬菜,高蛋白的几项瘦身原则法则,一起来看看吧。 伊能静表示增肌才有一瘦体质,癌饿减脂液腹。 先前伊能静也是靠少吃来减肥,后来发现这种方式超容易腹胖,在秦号的推荐下尝试了重训,才发现增肌才有机会养出一瘦体质。 并表示晚餐必须吃,睡前三小时不进食。 图片来源,伊能静微博。 伊能静表示要维持异兽体质,吃喝运动缺一不可。 因此对运动非常讲究,建议运动可以在下午5点到6点。 另外,很多人都担心运动后不能吃东西,但其实运动后一小时内用餐既不会变跑,还能让摄取的食物营养价值更充分对吸收。 伊能静并动清单,三天重量训练里天瑜伽,练拳,跑步40分钟图片来源,伊能静微博。 世人都会有想吃甜食的时候啦,但如果真的吃甜品就前功尽气了,当身体忽然吃了糖粉高的食物,血糖上升。 伊能静表示这时候可以吃一点红糖红豆,红糖酒酿,红糖银碗,糖药少,而且只能吃热的。 图片来源,伊能静微博。减肥不要碰水果。面包也要拒绝。 伊能静提醒,有些女生会拿水果当减肥时的甜点,但其实水果果糖高,代替晚餐一巴胖。 另外伊能静建议,不吃淀粉的人,四天一定要一次粗粮,选择面包时也要挑糙米制品,面条,面包都是加工食品不适合。 饮料和零食也一定要拒绝。图片来源,伊能静微博。